我都只有9倍卡 你又拿完老婆外交新的 我都要不理的 丈夫为救妻子成残疾 妻子却拿着126万赔偿 抛弃四个孩子消失不见了 眼前这名男子叫尤静松 他说车祸当天 他与妻子在外散步 在回来的路上 迎面驶来一辆汽车 在千军一发之际 他推开了来不及躲闪的妻子 然而自己被撞成了重伤 幸运的是妻子只是轻微擦伤 他经过五次开颅手术 才保住了性命 在医院躺了一年才慢慢恢复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尤静松为已成二级残疾 如今身体左半边失去知觉 生活无法自理 连穿衣都困难 本以为得到了百万的赔偿 可以让自己后半生得到保障 可尤静松一家人怎么也没想到 妻子在拿到丈夫百万赔偿款后 竟然抛下四个孩子不知所踪 和家里人也彻底断了联系 夫妻本是同龄鸟 难道真是大难临头各自飞 尤静松如今的生活很难保障 每天需要母亲的照顾 他车祸之初 妻子是每天尽心尽力照顾他 直到出院后 妻子的态度有所改变 本以为妻子是身心疲惫 刘静松没有察觉 他没想到 妻子拿到百万赔偿款就消失不见了 留下了残疾的他和年迈的母亲 还有四个可怜的孩子 如今 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 六口人只能靠母亲每月一千元的低保 连吃口饱饭都成问题 他曾经多次拨打妻子的电话 始终打不通 直到几个月前 刘静松的一个朋友告诉他 他的妻子曾在当地某酒店出入平凡 他根据线索 拖着残缺的身体一步一步挪着往前走 他只想找妻子问个明白 当尤静松来到妻子所出没的酒店门口时 发现酒店并未营业 这让尤静松感到很失望 唯一的线索都断了 世界这么大 到哪去找妻子 虽然说妻子曾经告诉他 在保险公司上班 并且在外面租了房子 但是没有告诉他具体地址 妻子既然不要这个家了 为什么要给他留下一点念想 就在尤静松无知所措时 尤静松的母亲打来电话 说他妻子已经回到家中 眼前身材高挑的女子 就是尤静松的妻子高兰 他看起来端庄大气 面对记者的质问 他说如果要抛弃丈夫的话 早在三年前 丈夫病重的时候就抛弃了 没有必要带到现在 小编心想 当初不是没有拿到赔偿款吗 此时 尤家人不想过问高兰为何玩失踪 他们只想知道126万赔偿款的去向 还剩下多少 丈夫为救妻子成残疾 妻子却拿着126万赔偿买了十份保险 而且受益人是自己 高兰的回答更让尤家人气愤不已 高兰哭诉着说 他给自己买了保险 也是为自己考虑 因为车祸之后 虽然当时受伤很轻 后来发现身体越来越差 所以给自己和孩子买了七份保险 他自己一个人就买了三份 受益人还是他自己 尤家人听完气愤不已 现在赔偿款只剩下一半 什么保险这么贵 这钱到底去了哪里 由于对感情的信任 尤静松相信妻子 所以才把赔偿款126万 全部交给妻子管理 没想到他的生活保障 成了几张废纸 一年时间不到 赔偿款只剩下了60多万 这让尤家人怎样 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刘静松后期治疗 还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辈子还这么长 剩下的钱 怎么够一家六口长期开销 四个孩子最大的十岁 最小的才三岁 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 为何高兰如流水般 花费丈夫的赔偿款呢 他没考虑到丈夫的以后 和孩子的将来吗 眼前这一堆堆的高档化妆品 都是高兰拿丈夫的赔偿款买的 记者随手扫描了 化妆品上的二维码 显示这一套护肤品 是1300多元 多套上千的化妆品 还有上百只为拆封的口红 以及各式各样的营养补品 并且高兰经常做美容 喜欢打扮自己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女人把自己打扮漂亮一点很正常 也不至于这么奢侈吧 本来就不富足的家庭 怎么能够接受高兰 这样的高消费行为 难道高兰为了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是打算抛弃这个家庭 丈夫为救妻子成残疾 妻子却拿着126万赔偿 买了十份保险和大量的高档化妆品 并且妻子带丈夫残疾后 就打算离婚 刘静松说 妻子一年前就拒绝和他同住 并且妻子经常彻夜不归 当初就询问妻子 还剩多少赔偿款时 妻子却说钱没了 这让他怀疑妻子已经变心了 将钱给了外面的陌生男人了 随后 记者约高兰回家和丈夫好好谈谈 高兰说 在丈夫发生车祸的一年时间里 他不分昼夜在照顾丈夫 丈夫都下了五次并未通知书 如果不是自己心愿 丈夫早就挺不过去了 而他这一年的付出 却得不到尤家人的认可 也没有人理解家中的顶梁柱 倒下的那一瞬间 他有多么痛苦 听到高兰这一说法 婆婆忍不住指责高兰 她说而媳妇拿到钱就变心了 而媳妇不与儿子同住 就说明嫌弃儿子 并且整夜不归 就是在外面找了男人 还花钱买了大量的高端化妆品 并且每次出门 把自己打扮跟妖精似的 这一行为谁都无法接受 而面对婆婆的指责 高兰反驳说 自己要养活这个气口之家 以现在的物价 一百多万根本花不了多久 他表示 嫁到尤家成了家庭主妇 已经与社会脱了鬼 稍微打扮一下自己去上班 也是情理之中 自从丈夫倒下之后 他曾想过四个孩子的学费 以及丈夫的康复费 养家糊口的重任 都落到了他身上 一个女人 要承受这样的压力 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一旁的尤静松表示 尽管赔偿款一下来 妻子拿着钱跑了 他都不介意 希望他将剩下的钱拿出来 不管还剩下多少 如今高兰始终不愿意 拿出剩下的钱 两人就此闹得不欢而散 几天后 双方来到当地司法所进行调解 尤家人首先是考虑到孩子 所以还是劝和 毕竟四个孩子不能离开母亲 如果离婚 那么高兰必须将 剩下的赔偿款拿出来 不管是作为尤静松的 康复费也好 孩子的抚养费也罢 这笔钱毕竟是属于 这个大家庭的 不是属于高兰一个人的 高兰认为 既然尤家人始终认为 这笔赔偿款与他无关 他也不想为这个家付出 坚持要离婚 对此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法律层面上来说 夫妻婚姻期间亿万受伤 所获得的赔偿款 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因此 高兰随意支配丈夫的赔偿款 是违法的 最后双方协商一致 决定离婚 高兰将归还尤静松 剩余赔偿款55万元 四个孩子双方各自抚养两个 抚养费各自承担 而高兰的父母不愿意了 他说女儿在女婿住院期间 长期照顾 需要补偿护工费 得到尤家人的拒绝后 他们表示会起诉离婚 之前的协议作废 高兰终究是被金钱所蒙蔽 在利益面前 他显得那么的强势和无赖 丈夫病重 不愿共同渡过难关 反而千方百计谋取自己的利益 曾经的山盟海誓 曾经的相濡以沫 在利益面前 不攻自破 大家说 高兰的做法对吗 欢迎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转发给更多的人看